拜登政府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制裁 而日本和荷兰反应比较冷淡 那么这期节目就说是这个话题 华为公司提出国产的芯片Meta60 Pro系列手机以后 已经过去半年时间 但是它对美国政府的冲击还在继续发酵 据海外媒体报道 拜登政府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 造出这种芯片来是因为技术封锁不够严密 还需要继续下狠手 但是日本和荷兰反应冷淡 认为美国还是好好的反思一下 为什么现有的政策挡不住中国的自主研发 美国政府对中国搞芯片技术的禁运 对华为公司搞全面的芯片禁运 是从特朗普政府的后期开始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不但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还变本加厉 特别是把人工智能芯片的供应和技术转移 也列入了制裁范围当中 但是Meta60 Pro推出以后 美方发现中国靠现有的芯片制造设备 通过自主研发又把制造能力向前推进了一代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立刻表示 要采取最强手段来制裁中国 美国共和党还要求 要把华为和中芯国际一起列入完全制裁禁运的名单 这两家企业已经被美国制裁得无以复加了 美国还能对他们做什么呢 芯片产业的供应链非常漫长 而美国只能控制其中的一小部分 当然是其中的关键部分 大部分设备的生产和维护 都是掌握在其他国家手里的 主要是荷兰和日本 美国已经要求这两个国家 一起对中国芯片产业进行制裁 但是按照媒体的说法 这两个国家虽然不再向中国出口新的设备 但还是继续提供老款设备的维修服务 这是合同规定的 日本还向中国出口一部分光刻胶这一类的中间体 但是这在美国看来了 这就是制裁体系上的漏洞 特别是荷兰的阿斯麦公司 按照荷兰现行的法律 如果阿斯麦需要派向工程师 抢往中国维护修理光刻机 需要得到荷兰政府的批准 美国指责说 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太宽松了 需要收得更紧 德国的光学企业卡尔蔡斯 也遭到了同样的指责 美国人提出 德国政府应该禁止蔡斯 向中国购买的阿斯麦光刻机提供光学部件 日本是全球光刻胶 和其他特种化学皮的主要供应方 美国也要求日本公司 不要再向中国供货了 至少要加强管制 看起来 荷兰 日本 德国 确实还在与中国 搞有限的芯片技术合作 那么继续收紧管制 会不会扼杀 中国芯片国产化的努力呢 从目前国内研发的情况看 就算是遭到了完全禁运 中国芯片产业的困难更大一些 道路更曲折一些 还是能够艰难前行的 但如果这几个国家真的按照美国的要求做 那他们自己就要有大麻烦 他们所要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失去中国市场的问题 而是他们的供应链将被美国强行夺走 早在2022年8月 本政府签署发布了2022年的芯片和科学法案 这份法案不仅仅针对中国 也要求实现所谓的回到美国 也就是把芯片产业供应链上的主要环节都搬到美国去 为此美国已经强行要求台积电和三星在美国本土设厂 即使付出高昂的成本 也要在美国生产下一代的芯片 至于阿斯麦这一类的设备厂商 美国也希望他们尽量搬到美国去 对这些国家来讲 如果完全按照美国的政策执行 那就等于是把自己的饭碗乖乖的交到美国人手上 把简单产业和企业转移到美国去 即便是盟友 不也要考虑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吗 荷兰和日本自己是没有大规模芯片制造业的 他们与中国之间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 如今在美国的威逼之下 已经丢掉了一大部分中国市场 如果再加紧制裁 中国就会被迫自己建立芯片供应链的全部环节 哪怕像美国政客所说的那样 要重新发明整个人类文明 那也在所不惜 所以荷兰和日本要是按照美国的政策走下去 没有了市场 没有了利润 最终只能是退出芯片业 这就是他们对美国的进一步制裁政策 表现冷淡的原因 而美国政府自己的芯片产业的扶植政策 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落实上是相当的法力 2024年2月27号 雷蒙多公开表示 虽然在美企业提出了600多项芯片补贴申请 但多数都是白费 拜登政府不会给钱的 也就是说 美国并没有诚意去扶持本土的芯片产业 强夺外国企业入美 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做的 因此所谓对华芯片制裁 越来越体现出美国政府的一石二鸟之计 既打压中国也坑害盟友 荷兰和日本怎么那个热情响应呢 这句话就我们就评论到这里